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H龙 今天咱们继续说一下学习AK教程的下一个视频吧 今天主要说一个摆动器 就是如果有的同学不懂表达式的话 完全可以用这个摆动器来达到这个效果 现在咱们就直接做一个案例试一下吧 我就把我之前那个雷神之锤的那个我也没有过多的完善 加一个摆动器效果试一下 现在切换到桌面直接点击这儿 然后打开文件 他就以这个文件直接新建一个合成 这个很方便新版本的 他直接就建了这个合成了 19201080的 他应该不要紧 裁剪到工作区 现在咱们这个是没有那个震动效果的 我需要杯子拿到手以后 让他画面有一个抖动的效果 就是冲击力 有点冲击力的感觉 就在这开始 然后按P打开位置 点一个关键针一直到拿到手里 再点一个关键针 然后打开这个Vigo的窗口 这个Vigo如果没有的话 你在windows 然后把这个打上钩 再点一次钩就没有了 你再点一下他就出现了 所有的框 这边 如果你这边底下 往下拉 他有时候就放不下 他就折起来了 他其实隐藏的还有东西 选中这两个关键针 然后在这 就是每秒几次 10次 这个是幅度 幅度咱们 25 然后点击 然后再变加 感觉 每秒震动的 应该再多点 25 全部删除了虫洞吧 充当关键针到 一到手 身体往回忆请 他这地方就是 再加一个 跟前面一样的关键针 还是两个都选择 咱们现在把这个参数改成25了 再点击添加 预览 这就好了 节奏快一点 效果就好点 然后在 在上面 因为他你看 震动的时候 他他有这个白边 就是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他已经震动出咱们这个合成的范围了 所以说要把这个地方填满 填满的话 咱们就用那个动态平铺就行 直接在 Effects和预设这里边搜索 Motion Motion 分割化里边 哇 看到的 就是这个输出的宽度和高度 因为咱们是偏移了25个像素 看这 vigo 咱们是偏移幅度是25个像素 所以说咱们 这地方填125 高度也是125 他基本上就能平铺了 看到这个边缘没 把这个得勾上 镜向边缘 然后他这个地方就 因为有一些镜向 他这个地方有一些 这个折痕 因为它是镜向的 这个没关系 因为他很快 所以说直接用这个填满就可以了 如果是幅度 如果是震动幅度一半的话 不适合用这个效果的 最完美的就是直接把这个 视频放大 我们关闭这个直接点击S 放大一百二十五 再大 一百一 按住shift 再按P 就把这个掉出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 超速它的范围上 算了 咱们不要用这个动态屏幕了 动态屏幕不完美 就直接把它放大一下 再导入一个视频 这个是我 三年前吧 差不多啊 三年前制作的一个 刚学一 那会制作的一个飞天的 我拖下来 我拖下来 再给挂按钓 从这 离角的这一颗 还是按P 点击位置 到飞起的 这一颗 再点一下这个P 还是用这个VACO 全选中 添加 是这个 按住shift 按S 收放 大一点 好 这个看起来效果就更好一点 你看这个 这个是咱们雷神之锤的 这个效果里面大家看出没 我还加了个这是模糊 这是清楚 加了一个这种镜头 模糊 紧身的这么切换的这个效果 要模拟的不太好 然后是这个 这个是直接飞天 也是震动一下 还有那个冲击力很大 好的 今天的效果非常简单 就给大家演示到这吧 如果有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直接留言 我尽我自己所能给大家解答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